近幾年來我們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 我們加強國防、國建國造 並且延長一屋一期為一年 並且加強軍事的訓練 我們藉此使得台灣國土防衛的能力就不斷的在增加 我們也相信台灣透過這樣的努力 可以使得我們扮演著一個 台海還有印太地區的穩定扮演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未來會繼續來使得我們的國力能夠加強 我相信我們全民大家在面對威脅的時候 都能夠團結一致 而且來努力捍衛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台灣人民有足夠的警覺 有足夠的決心來捍衛我們自由民主法治 還有人權的普世價值 謝謝